詞 représent 我是詹健欣 今年十一點 在巴 звезда裡來法國 比明日知新選碑賽 詹健欣叫 詹健欣 他的球很快 很平 然後 SCOTT 越用力他就回来的越快 今天很稳定 然后球攻的也还不错 郑君心叫 感到非常高兴可以赢这个比赛 然后为台湾争光 因为国外选手都特别的主动 所以我长期这样子一直出国 所以自己的打法就跟他们变得比较像 训练我爸都非常的严格 然后训练完之后 就是我 因为我妈都是教我读书方面 所以训练完然后我妈也会对我很严格 网球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吃得了苦 就是很高兴 然后就是也要感谢很多人一直在台湾支持我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国外训练跟比赛 然后获得好成绩这样子 郑君心加油 第一次见到曾玉德和曾俊欣父子是在2013年 那时曾俊欣在浪秦决战法网名誉之星 台湾区选拔赛脱颖而出 前进法国和玩高地 那时的俊欣还是个小不点 旁边的曾爸爸知道儿子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网球天赋 同时也苦恼着是否有办法让儿子尽情发挥 那也是父子俩第一次到欧洲比赛 结果或许并不理想 但是争霸却总是能从中发掘心得 慢慢勾勒满足儿子持续在网球奋斗的蓝图 欧洲他们发展网球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基本上他们已经非常成熟了 他们不管在训练的经验上 或是办比赛的那种经验 那种氛围 是一个网球很适合发展的地方 再来就是说环境因素 因为比如说现在台湾非常的闷了哭了 然后欧洲那边相对是比较凉爽 那以训练来讲一个选手在场上 你如果说在台湾要像在欧洲这样 两个小时很高强度的训练 其实是受不了的 你可能需要把时间拉长 增加更多的休息时间 然后才能达到 比较接近的一种训练的品质 那所以相对的在欧洲 你就会更节省时间 然后做得更有效率 对我觉得因为欧洲 其实像他们办比赛 或者是训练 他们都就是都有很高的一个水准 譬如像在比赛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会 有很多观众来看了 然后可能就会让选手在 比赛球场上的表现更好 然后或者是 一些赞助商或者是 来看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 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在他们那边的训练 强度也都比像亚洲来的高 然后就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训练环境 可能比赛的环境 球员比如说你对练的对象上面 当然欧洲的发展比较成熟 所以他们的选手会比较多 然后再来就是比赛在欧洲的 那个强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在那里训练 然后也可以就近就去比赛 在印象中 每次和曾俊昕还有曾爸爸接触 两人总是很谨慎的 应对自己的所有问题 这不奇怪 许多人都会揣摩媒体提问 模拟自己应该的回答 但是这对父子有些不一样 因为当你不断地细细追问下去 你会发现 其实是因为父子对他们 接下来的网球方向是有共识 而且没有动摇的 他打球比较主动 然后攻击攻到好球就会上满 就是他们都很主动 然后球路变化很多 练比较多核心 还有一些爆发力的速度 核心训练比较多 加强我自己的接发球 因为有时候接发球 我回去的球不够有威力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发球上面 接发球上面 然后要多下一些功夫 大家用心的投入其实都会得到一些东西 我尽量就是让他专注在训练跟比赛上面 他会感觉说我目前的身体状况 心理状况还有我的技术的部分 他觉得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希望我能够达比较高的 我想要挑战 他ready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 他会选择这个 然后我会让他去想说 哪一个安排他觉得是比较适合 他目前身体的状况 或是他心理的准备 就是让他去选择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沟通 其实就是要看我当时的 就是当时的状况 体能状况也好 或者是技术没有状况 然后就是做看是要训练比较多一点 还是比赛达比较多一点 那时候状况很好 然后很有自信的时候 可能就是参加那种比较 等级比较高一点的比赛 然后就是没有压力状况下去比 然后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经验这样子 2014年10月 曾玉德 曾俊欣父子 在欧洲近乎流浪了超过三个月 寻访名师 自我训练 参加比赛 其间状况高高低低 但跨了年进入2015 父子良有收获了 2015年2月 曾俊欣从外卡一路挺进 拿下了欧洲规模最大的 少年网球赛事 Las Pellias的冠军 成为33年来 第一位夺冠的亚洲球员 曾家父子不断累积直幅已久 终于透过这一刻 知道自己的方向没有错 那时候其实就没有想太多 因为大部分也都是练球的时间比较多 那时候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各方面的技术上面 一直在想要怎么让自己更进步 然后更有办法去挑战那些更强的职业选手 然后所以就是平常就比较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我一直在告诉自己 我们做的我们规划的没有问题 我们要看实质的内容 而不是成绩的表现 这部分是会比较难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做的是对的 然后军心也很投入 然后很专注在场上 然后成绩的表现的话 有时候很多是机缘或是什么 但是我们很清楚他的实力在哪里 他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蛮重要的 对 我觉得那应该说是一个过程吧 就是训练啊比赛 然后就是我往职业方向走的一个过程 就要慢慢来 然后累积多一点的经验 然后再去跟职业那种更顶尖的选手去较劲 我觉得就是运动员自律很重要 就是要比别人还要更努力 然后就是要自己找到一个动力 让自己有办法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你看过还在小学的曾俊兴 你大概想不到 他现在已经175公分高 而且还在继续发育中 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增加父子的决心 他们对自己决定的事情后的坚持和专注 以前是冰的东西都比较不让他去喝啊 去吃啊 因为觉得说那个可能对他的生长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嘛 能够避免就避免 其他就是甜食啊 也是都尽量就是避免 那有糖饮料那种都尽量就是果汁的 对 然后现在还是这样子的态度啦 只是说有时候他在一些大比赛啊 然后他觉得他表现得很好 然后会给他一点 可以让他尝试尝试不然对啊 就是尽量告诉自己要去节制 然后去控制 因为这样子才会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也比较不会去影响到 我自己的训练或者是比赛 因为身材很重要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亚洲人已经 本来就比较矮小 然后可能那时候就是要先自力 然后去节制 然后后来慢慢的没有吃了之后 就不会去特别想要吃 习惯的问题啦 如果说他最初的时候 他的习惯是维持这样子的话 他没有那种欲望去吃冰啊 吃甜食啊 或是去打电动 这些事情 你一开始他就没有去接触它 他自然不会受到那个诱惑 不吃冰的 不吃甜的 对营养补给 还有对休息时间的控制和要求 这些部分 放在各种职业运动选手身上 其实并不奇怪 但这可是曾俊兴 从小就培养的习惯 但聊起甜食 曾俊兴还是有自己 很难拒绝的美味 就可能拿冠军吧 我会想要吃提拉米苏吧 提拉米苏冰淇淋 因为我也不知道 就特别最喜欢吃的吧 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一个节奏吧 一两年前我原本都是八点半就睡觉 然后后来就是有变比较晚到九点半 就是要做准备的事情也比较多 所以就会变比较晚一点 其实手机就是会现在会影响很多人 就是会让很多人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然后就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专注 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更专注在自己的 你要该做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少用会比较好 因为手机有时候可能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需要跟一些选手 约练练球的时间 热身的时间 所以这个无可避免 因为如果他没有带这个的话 有时候其他选手找他 结果他都找不到他 落实掉了 以后自然人家都不会找他 所以才会给他手机 然后他才会 就是说他有需要才会给他 所以我们给他的时候 也是就是要让他了解 就是说手机是来帮助你 它不是来害你 这个基本的观念有了之后 他自己要学习怎么样去控制 没有比赛或者是没有训练的时候 想假日啊 或者是要联络那个练习的对手 或者是热身的对象的时候 或者是有时候在机场啊 没事情然后听音乐啊之类 放手 然后睡眠可能我弟友跟我差不多吧 就是也尽量早睡点 然后手机也是比较少用 俊兴的坚持不止如此 还有对自己脑袋的要求 跟着俊兴第一次出去欧洲比赛时 俊兴和一起比赛的外国小选手 就很热络 还记得其中最常互动的 是俄罗斯的Chevchenko 那时候最常回答I don't know的曾俊兴 现在早就随者常常在国外练习比赛 英文已经能够对答如流 甚至在温网拿到青少年冠军时 都还用英文接受访问 其实这也是俊兴努力的地方 就是不能只有网球进步 脑袋也不能输人 一路从中山国小 清兴国中 建国中学 就算没有办法常常进教室上课 但该学该教的功课 自己也不能少 就是一天的行程 结束完了之后 就回到饭店 或是回到住宿的地方 那个时间他就会自己去安排 他要读什么 或是要做什么功课 老师有交代什么 或是他这个时间 他是可以休息的 那他就会清楚 正常用完可能大概有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就是看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跟疲劳的状况 主要是先把我网球的部分做好 就是拉筋 伸展 然后做准备那些的 然后做完之后 假如有多的时间 就会再去做课外的阅读 或是去完成老师给我的作业 然后他姑姑会协助他 姑姑也了解他的个性 所以他会帮他找一些 比较适合他的一些网站 例如说上一次我们讲的 那个英文的学习嘛 因为他有一点点竞争的那种导向 所以对他来讲 那个网站就非常适合他 这几年其实我比较常会跟国外的选手聊天啊 让自己在讲英文的时候更顺畅 然后就变得比较不会紧张这样 有时候空档的时间也会去读一些英文的书啊 或者是上网看一些有关就是英文的影片 让我在听力还有讲话这方面都变得比较好一点 他本身的自律也是啊 然后这个我们都会沟通嘛 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什么都要做什么 然后为什么他自己都有清楚 所以他就会主动去配合去做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用到吧 然后就是会想要特别去学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跟国外的选手啊 然后或者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会比较清楚 然后比较有办法更顺畅 然后更表达的完整 一路打网球 大家常说曾俊昕生日跟Roger Federer一样 所以他将会是下一个球王 但俊昕的偶像一直另有其人 摩里因为他他发球很有变化 而且打球都打得很好 后来我觉得摩里就是常常会自体语言不太好 然后就是会有点骄傲 然后就是主要应该是自体语言不太好 然后后来Nishikori就是变得比较上来之后 然后又是亚洲的选手 然后就是更喜欢这样 要换偶像也是言之有物合情合理 这也像是曾俊昕的迈向职业网球之路 一定有因有果有方有向 2018上半年的圆满 其实是正确累积的结果 放眼下半年 甚至2019的计划增加副职已经完成 拔拨自己最佳的实际跟状态 一举重地 我觉得还不错吧 就是拿了两个大满冠冠军 跟两个职业赛冠军 帮助我就是让我更有自信 然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上面都会 就是表现得更好 我觉得今年的进度 我们觉得表现得很好 对啊 已经超越我们的预期 对所以接下来要调整一下 一些目标 比赛去年的计划 对 去年东逊的时候 跟卢彦勋一起练习 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找了几个 ATP排名前100的选手 每天的强度都很高 跟那些前100的选手打 就是每次跟他们练习的时候 我都要打比我平常实力更好 才有办法赢过他们 所以那时候就让我学到很多经验 然后也让我进步很多 每晚之后应该会先 回台湾打挑战赛 然后再去打青年奥运在阿根廷 然后之后可能就会 就之后可能都会 开始在打职业赛 布朗俊俊应该就是一种 比较侵略型的选手 他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朝这个方面 他的基本能力 比较好 他的节奏可以打得比较快 所以他应该会 自己创造出很多的机会 然后把握 他可能很多 很多的机会来到往前 然后就结束这边 所以他可能在未来发展上面 这一部分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一直到法王 然后那段时间 其实我上网的次数 算还蛮多的 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 中前场的处理就是还蛮好的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 就比较少用吧 然后就是慢慢 就是变得比较 有点生疏 然后就是比较少去做这样 就是这几天下来 我觉得我的发展还有一些空间可以进步 然后还有在体能方面 因为职业选手他们的体能程度都会更强 然后他们的球的来回的数量也会更多 然后我可能就是要更专注在这方面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 然后才比较不容易受伤 然后也比较容易可以跟他们竞争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再继续进步 然后就是继续改进这样 那他体能上面就是说 有一些身体素质上需要去提升 照着计划走 慢慢地整体地去提升 特别的就是说 在这个approach 在中前场这一部分的 的训练可能要再多一点 就是多一点 因为他未来的比赛可能在这里 这个地方会得很多分数 是很重要的 不是吃很多分 可能就是得很多分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部分强化 英雄历程并不是一开始 就以英雄为目标 而是只想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 却成就了伟大 当然打网球参加比赛 这件事什么是做到最好呢 别说我们答案浮浅 英雄就是要这样 就是因为这也是台数班的比赛 然后就是我希望可以拿下来 然后就是感谢他们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因为这也是台湾班的比赛 然后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 在台湾拿下这个冠冠 欧阳俊在这个网球方面 他需要把他的技术发展到完美 我们的目标就是完美 因为他必须要求自己完美 在技术方面他要完美 他才能够去这个世界上 跟欧美的选手 跟他们去取得优势 Mental方面 我们必须在这部分 要非常的有竞争力 非常的强 才能够赢他们 对 我想他靠的 必须靠这两个部分 技术跟Mental这部分 要超越他们 其实我跟那种越强的选手 大家就是我自己 那个表现跟发挥会更好 就是跟他们去比赛 然后知道他们的实力大概在哪里 然后就是也继续看我自己 有什么地方 然后再更就是更前进更进步 大家一直关注我 就会让我更有动力 然后就是就是我会希望 让自己有办法再做到更好 太多的话可能也不太好 但是就是希望 就也希望大家可以管住我这样子 我想他就是加油 然后做好自己 我想他如果把自己的能力 发挥得很好 不管结果怎么样 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经验一个成长 对 那我们还是想要冠军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谢谢大家